接下来呢我们来勾一下这个海绵宝宝上面的这个眼睛的部分 我们用白色线单骨线来起针 这个眼睛呢是由三片组成的 一个白片一个蓝片一个黑片 接下来我们先勾一下这个白色这个圆片 那么这三个圆片呢它都是还原起针的方法 大家看一下 首先呢我们需要把这个线绕手指一圈 拿下来 左手把线搭好换左手捏住交叉处 然后勾针穿进来 勾针绕住线拉过来 然后呢再用勾针把线绕住 拉过这个小线圈 这是一个变子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在圆里面勾出六个短针 我们来勾一下 六个短针 第一针 第二针 穿针勾针压住线拉过来 然后呢 然后呢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第三针穿针 勾针压住线拉过来 并针 然后第四针 第五针 然后第六针 好了勾好这六个短针之后 对应六个针眼 我们把这个小线维用力拉紧 这样呢会形成一个小的圆片 然后呢我们在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然后把线远横在一侧 勾在里面 把线勾住拉过来 带到后面线圈 拉紧 勾一个引拔针 连接好就可以了 第一圈就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二圈 先勾一个变子针 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还在刚才穿针的这个针眼里面穿针 也就是在第一个短针针眼里面穿针 先勾上一个短针 然后呢还在这个针眼里面穿针 再勾上一个短针 这就是一个加针 一个加针等于两个短针 出自于同一个针眼 那么第二圈呢我们需要勾六个加针 第二针里面勾上一个加针 好 然后第三针里面勾上一个加针 也就是勾上两个短针 然后第四针里面勾上两针 第五针里面勾上两针 第六针里面勾上两针 好大家看一下 第二圈就完成了 然后呢我们还在第一个短针针眼里面穿针 把线勾住拉过来 带到后面线圈 这是一个引拔针 就这样连接好 第二圈正式完成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勾第三圈 我们先勾一个变次针 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第三圈呢我们是按照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的方法重复勾六次 第一针里面勾上一针 然后第二针里面勾上两针 大家看一下一个短针一个加针 这是一个组合 这一整圈需要勾六次 第二次第三针里面勾一针 第四针里面勾上两针 第二次就完成了 我们接着把后面的四次全部勾好 那么第三圈勾好之后呢 就会变成18针 对应18个针样 好 勾好之后呢 同样的我们需要勾一个18针连接好 那么我们这个眼睛的那个蓝片 也就是勾三圈就可以了 勾得这样大就可以了 我们继续勾白片的第四圈 先勾一个变次针 第四圈最开始呢 我们先勾上一个短针 然后呢勾上一个加针 中间部分呢是给它按照隔开两针 加针的方法重复勾五次 最后呢再单独勾上一个短针 我们来勾一下 首先我们在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短针 然后在第二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加针 一个短针一个加针就勾好了 中间呢是隔开两针加一针勾五次 第三针里面勾一针 第四针里面勾一针 然后第五针里面勾上两针 两个短针一个加针这是一个组合 我们需要勾五次的 最后呢再单独勾上一针 我们继续勾第二次 两个短针 一个加针 这是第二次 然后第三次 两个短针 一个加针 第四次 两个短针 一个加针 第五次 好 勾好这五次之后呢 最终还剩下一个单独的针眼 再单独勾上一个短针 然后呢勾一个引拔针 连接好 第四圈完成 然后接下来第五圈呢 我们就是不加针不减针 勾原有的针数就可以了 勾24个短针 先勾一个变子针 然后呢就按照每一个针眼里面 对应勾上一针的方法 把这一整圈全部勾好 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眼睛的 这个白片的这一部分的勾法 总共是勾五圈就可以了 那个蓝片呢 我们就只勾三圈就可以 好 大家看一下 勾好之后呢 同样的我们勾上一个引拔针 给它连接好 然后把线勾住拉过来 留一个长线尾直接剪断 那么我们这个白片就完成了 然后呢我们这个蓝片呢 就不需要给大家演示了哈 大家就只勾这个白片的前三圈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蓝片的勾法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黑色这个小片的勾法 用黑色线来勾 大家注意看一下 先这样打一个线圈 也是缓引起针的方法 勾针穿进来 把线绕住拉过来勾一个并子针 我们就只勾一圈就可以了 勾十个短针 好 勾好之后呢 把这个线尾用力拉紧 然后呢在第一针里面穿针 把线勾住拉过来 再到后面线圈 把线勾住拉过来 留一个长线直接剪断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黑色小片就完成了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这三片都勾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缝一下眼白的部分 就在这个黑片上面来缝一下 非常简单 就在这边缘部分穿针 然后呢 向下拉线 跨越一针的宽度 这样重复两到三次就可以了 再重复一次也是可以的 那么勾勒好眼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把这个线 给它这样固定一下 长的部分直接剪断 大家看一下 眼白就够了好了 接下来把这个黑色这个小片固定在这个蓝色小片上面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就固定在这个蓝色小片中间的这两圈上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来缝一下 好 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把两个眼睛这样全部缝好就可以了 那么眼睛缝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勾一下这个鼻色部分 鼻色部分非常简单哈 我们也是缓引起针的方法 起六个短针 第一圈起六个短针 第二圈勾一个短针一个加针 重复的勾三次 然后第三圈和第四圈 我们就是不加针不减针勾着九个短针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呢 把这个鼻子部分给它勾好就可以了 稍后呢把图结给大家 好了,鼻子勾好之后呢 我们来缝一下眼睛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 眼白朝右 这样缝起来 然后这个眼白也是朝右的 两个眼白在同一个方向 就这样缝在这个包包的主体上面就可以了 两侧保持对称 同样的宽度 然后呢,我们要确保两个眼睛呢 是在这个包包的这个最中间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缝的时候呢,就这样转圈去缝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来缝一下 我们先缝其中的一个眼睛 那么在缝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把这个线给它穿透哈 穿到这个内侧去都是可以的 直接把这个塑料板也穿透 这样穿过来 大家跟着我来缝一下 那么如果想让就是说内侧的这一部分比较美观的话呢 你就可以不穿透 只穿这个毛线这一部分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大家跟着我呢 把两个眼睛先缝合好 没有什么难点 我们的眼睛 跟着你 一步 四步 感谢观看